一个看似无奇的平淡下午 三点半一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突如其来的爆破声响彻天际 爆炸的不是空投下来的武器 而是一个个放在口袋 握在手上的呼叫器 现代版的特洛伊木马图称记 竟然就这样上演 他们称为这些隐蔽方式的方式 以为这些义民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听到什么发生 在最终之后 以色列军方对高科技的掌握度 让黎巴嫩真主党处处提防 为了领域被追踪窃听 他们改用上个世纪流行的呼叫器和对讲机 却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成了敌人埋藏炸药的工具 以色列如此突破框架的思维战术 传出是由神秘的8200部队所设计 以色列军事情报队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底下的组织 情报专家认为他们是最令人害怕的网路间谍部队 8200的成员多半都是借铃伏兵役的年轻男女 以色列军方认为 零经验反而能避免苛救 创新的脑袋才能比敌人走得更前面 要进入8200部队得先通过层层测试 除了学历审核 心理测验 还要看这个人的领导技巧和分析思考能力 8200部队可以比拟为乙军中的哈佛牛精 成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有能力骇进所有连线网路的装置 远端让汽车刹车失灵 锁住门窗 控制方向盘的转向 精锐的能力让人畏惧 8200部队的战机之一 是2006年破坏伊朗重启的核子计划 他们和美国共同研发 号称全球第一个电脑攻击武器阵亡 以色列8200部队透过阵网电脑病毒 研发核武需要用的离心机 加速异常 弄坏了一千多台机器 伊朗的科学家都还搞不清楚 是哪里出差错 直到2010年 才惊觉是被网路攻击 除了间接远端攻击 8200部队也曾协助直接作战 你们告诉你们 今天在苏格尔尼 在苏利亚 在某种情况下 所以在历史上 我认识是以色列国防部 也另外在叙利亚发现核基地 8200部队害入叙利亚的雷达系统 让他完全侦测不出乙军的飞机入侵 乙军就这样成功空袭叙利亚的核设施 使叙利亚猝手不及 我认识是对 传媒的商务 可能是利亚人 在这边可以 参加核 advocate 无论高低科技 8200部队都能想方设法甚入 这次的爆破胡椒企事件 不只实质的让敌人死伤严重 打得也是新疑阵 意图使真主党成员心生畏惧 提认到真主党并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危